三年前,尼泊特颱风伸对台东 接到满目创业的景象 让当时只有10岁的台东康乐国小的学生们 是记忆犹新 便在校园自然科学的课程中 制编程式设计出全制动招牌收纳神器 希望透过科技的力量达到减灾防灾功效 而这个创意发明呢 也会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比赛 几年前的尼泊特颱风夹带强风暴雨 清洗台东 把招牌吹得横倒在路面 台东县康乐国小六年级的学生们 回想起当时情景,任莉莉在目 为了让街市招牌免于受强风所带来的威胁 学生们利用自然课程所学 自编程式设计出可依风速改变角度的 招牌收纳神器 在雨气集中的时候 这个招牌会收起来 让它的银风电变小 当这个吹风机关掉模拟风停的时候 或者是小于五级风的时候 这个招牌也会再打开达到广告的效果 装置的装在我们的模型上面 那个地方是比较困难的 那其实在城市的部分 其实它的构想并没有很复杂 那大概小朋友在装置的制作上面 就是把模型 然后跟把一些感应元件装上去 那个部分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这项创意发明作品 下个月将代表台东县 参加全国制造教育创新科技赛 另外学童们还有土石流警报器 和焚风洒水系统两组创意发明 虽然没有入选 但学校依然希望可以提供 国内科技防灾的创新与运用 记者肖家慧台东市报道 好